这台电脑是微星的绝影GS76 是一台大屏幕20mm厚度的宝款游戏本 和普通游戏本不一样的是 它搭载了一块4K分辨率加120Hz高刷新率的屏幕 外加DCI-P3色语 参数确实很亮眼 另外配置也很齐见 i9-3080还有超大容量的内存硬盘 既能兼顾生产力工作 又能畅玩大型游戏 看起来非常美好 那么这台游戏本的实际表现如何呢? 到底能不能成为你心目中的理想笔电呢? 看完本期视频 现在你能找到的答案 照理先来过一遍配置 这台电脑采用了i9-11900H处理器 8核心16线程 显卡是RTX3080 16GB 最大功耗95W 内存是豪华的64GB大容量 双通道DDR4-3200MHz 双面颗粒 固态硬盘是一个2TB容量的PM9A1 PCIe 4.0×4速率 屏幕部分 它搭载了一块17.3英寸4K分辨率 120Hz刷新率的IPS屏 标春色位为100%DCI-P3 同时支持色彩管理 很明显 这台机器的配置非常顶级 因此它的价格也不低 参考售价26,999元 的确是土豪专属啊 接下来是外观 绝颖GS76采用了纯黑配色 A面是细磨砂金属 手感不错 中间有MSI龙盾的logo 屏幕可以单手开合 16-9比例 三面窄边框 上方有摄像头 下巴大约一纸半宽 来到C面 上方是进风口 键盘和赛锐联合设计 支持单键RGB 并且有多种效果预设 键程比较长 达到了1.9毫米 值得表扬的是 它的键盘布局很合理 数字小键盘和全高方向键 都得到了保留 不过 它的键帽尺寸比常规的笔记本要小 需要适应一下 触控板的滑动和点按手感不错 就是面积小了点 另外 它的触控板做工不太整齐 便宜有明显的接缝 作为一台售价2万多的高端机型 细节方面还需要加强 最后来看一下地面 上方是不规则的进风格山 中间还有张一级能效贴纸 整机重量2.38kg 厚度20.3-20.8毫米 厚度在游戏本中控制的还不错 虽然不能和小尺寸全能本比 对比一些传统的17寸游戏本 确实便携了一些 来到侧面 看一下接口 左侧依次是电源接口 RJ45网口 两个3.2速率的USB-A 还有一个3.5毫米的音频接口 右侧有两个C口 其中一个是雷电4 支持100W的PD充电 同时向下兼容65W 另一个则是USB-A3.2 支持视频输出 此外还有一个HDMI 2.1 和UHS-A2的SD读卡器 读卡器的速率很快 并且接口类型齐全 还支持PD充电 这个在游戏本里是难能可贵的 这台电脑最大的亮点是屏幕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它的表现 这是一块4K 120Hz的广色域屏 标升色于100% DCI-P3 它搭载了微星的TrueColor色彩管理软件 可以快速切换屏幕的色域 这里令我比较疑惑的是 微星在宣传页面里写的是DCI-P3色域 但是软件里只有DisplayP3选项 并没有DCI-P3模式直接选择 在这个模式下 它的色域容积为101.2% DCI-P3 所以覆盖为96% DCI-P3 因为DCI-P3和DisplayP3色彩范围是相同的 只是Gamma和白点设定有区别 因此色域测试结果也差不多 Adobe RGB模式下 色域容积和覆盖都是85.3% 如果切换成sRGB 那么屏幕的色域容积会限制在94.4%的sRGB 色域覆盖94.2%的sRGB 这样在浏览网络内容时不会出现过饱和的现象 解决了广色域屏的一大痛点 除了色域切换以外 它在对应的模式下色准也是不错的 DisplayP3下平均DeltaE为1.15 最大DeltaE为2.25 sRGB下平均DeltaE1.07 最大DeltaE1.79 都是良好的水平 Adobe RGB下平均DeltaE1.48 最大DeltaE4.94 主要原因是这块屏幕没有能盖满Adobe RGB色域 在绿色部分偏差稍微大了一些 然后再来看一下亮度和均匀性 在5x5的分区中 中央区域最大亮度500nit左右 两侧亮度偏低一些 最低的一个区块位于左侧445nit 屏幕采用全亮度DC调光 响应时间方面 它的黑白响应时间是10.8ms 灰阶响应时间14ms 如果在MSI Center中开启 提高响应速度这个选项 那黑白响应时间会小幅下降到8.2ms 灰阶响应时间缩短到10.1ms 但是同时会出现一定的信号过充 产生鬼影现象 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总的来说 这块屏幕的素质非常优秀 本来4K 120Hz加上500nit的亮度 就已经是个很吓人的规格了 这次微信还给了它 配备了一个色彩管理方案 进一步提升了广色域屏的实用性 错完了屏幕 下面轮到性能表现了 CPU部分它搭载了一颗i9-11900H 8核心16线程 在性能模式下进行Centrobench R20循环测试 第一次得分5090分 之后会有一定的下降 维持在4670分左右 观察跑分时的功耗可以发现 第一次跑分时功耗可以达到100W 之后逐渐降低 从第七次开始 功耗都是先跑上80W 频率3.8GHz 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回落到了70W 对应的频率在3.55GHz左右 跑分时CPU全程顶着95度 看来是温度影响了进一步的发挥 如果切换到强冷模式 那么前几次分数没有变化 稳定化的分数可以增加200分 保持在4870-4900分左右 跑分时的功耗和频率也有增加 后面几次都是先达到了90W 频率3.95GHz 之后回落到了78W 频率3.75GHz 温度也有一定的下降 前几次仍然顶着95度 后面会降低一些 测完了CPU再来看一下显卡 它搭载了一张最高95W功耗的RTX 3080 由80W的基础功耗和15W的动态增强组成 实际跑分中 3DMark Time Spy 9476分 FSE 12629分 教室1080P 6339分 综合起来大约是140W 3070的90% 看来这95W的功耗 对于GA104这颗大核心来说确实有点不够用 相比后重席的旗舰系游戏本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考虑到这台电脑的体型以及这个性能释放水平 卷影GS76的定位更像是一台全能本而非纯游戏本 理论性能测试就先到这里 下面来看一下它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 在游戏部分 这台电脑可以开启独显直连来提高帧数 在MSI Center中点击这一项重启电脑即可 考虑到4K分辨率对于很多大型游戏来说比较吃力 我们一并测试了一下1080P下的游戏帧数 先来看网游部分 4K分辨率下Dota 2能跑到平均144帧 Cisco 355帧都很流畅 但是Apex这个游戏显卡压力就比较大了 平均只有90帧 拉枪的时候也不太顺滑 如果分辨率降到1080P 那帧数可以再高一些 Dota 2达到191帧 Cisco达到654帧 Apex也能到239帧 i9加3080的网游表现确实不是盖的 然后是单机部分 在4K分辨率下 特效全开时 我们测试的大多数游戏都是在30帧上下的 对于95W的3080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古墓丽影和地平线5稍微好一些 差不多接近60帧 但是也没有达到及格线 对于高分辨率 我建议还是优先降低特效或者开启DLSS 这样的游玩体验会更好 当然如果你追求更舒服的流畅度 那我建议还是降低分辨率 如果是1080P 那3080的性能就有富裕了 20CC也能跑到65帧 其他游戏都在70帧以上 古墓丽影甚至能跑到100多帧 完全能流畅运行 看完游戏 我们再来试一下生产力方面的表现 Adobe三件套 PS909分 AE1540分 PR795分 表现不错 这个3080的显存容量够大 再加上64G的内存容量也很充裕 综合下来对于生产力是有帮助的 而在反映工业软件性能的Specview 2020中 这些个测试更侧重显卡 所以说95W的3080表现就没有那么亮眼了 整体成绩更接近于核心相同 功耗为100W的RTX3070 小结一下吧 RTX3080的职业104核心 对于功耗的要求不低 95W功耗下 游戏只有1300MHz左右的频率 对于配置要求不高的网游 它可以轻松算认 单机游戏如果想要原生分辨率运行 建议降低特效 或者说开启DLSS 当然了 如果这台电脑能把显卡功耗提高到130W左右 显卡频率应该会更高 游戏帧数就会相对好很多 接下来进入拆解环节 这台电脑的拆解比较麻烦 首先要拧下底面的所有螺丝 用吸盘配合塑料撬片揭开后盖 注意它的底盖很薄 而且后盖和后出风口连在一起 取消的时候需要避免把后盖弄弯 可以看到它的主板是倒装的 上面覆盖了一大片防信链贴纸 在这里可以更换和加装固态硬盘 原装的固态是一根2TB的三星PM9AE 这块硬盘的SLC Catch非常大 连续写入150G后才会出款 降速后的写入也能够维持在1600Mbps 机器还有个闲置的M.2硬盘位 可以自行加装 撕下贴之后可以看到右上角的无线网卡 型号是Killer AX1675X 支持Wi-Fi 6E 其实是英特尔的AX210优化版本 下方是电池 99.99Wh的容量 不得不说现在的笔记本电池也开始内卷了 以前最大99Wh 现在都精确到小说点后两位了 14PCMark10的现代办公续长时间为6小时6分钟 如果想要看到散热模组或者内存 那还需要再断开所有排线 卸下螺丝 把主板整个翻过来 原装的内存是两根32GB的DDR4-3200MHz双通道 已经插满 不需要再升级了 内存运行在3200G2模式下 跑分看图 相比于两根8GB的双面内存 它的读写速度和颜值表现都要稍弱一些 上方是散热模组 这是一套三风扇6热管的散热 供电和显存部分有均热板覆盖 下面用实测来看一下它的散热表现 室温25度 在默认的极致模式下单烤FPU CPU位置在94度 功耗68W 频率3.5GHz 单烤显卡 RTX3080位置在70.3度 功耗95W 频率1215MHz 双烤CPU是84度 功耗45W 频率2.8GHz 显卡70.5度 功耗80W 频率930MHz 然后是表面温度 最高的键帽是40.5度 WASD键在37度左右 此时它的人位噪音是49.5分贝 这个散热表现确实有点保守 我们再打开强冷模式试试看 在这个模式下 风扇转速会一直拉满 人位噪音达到了54.8分贝 此时双烤30分钟后 CPU94度 功耗69W 频率3.5GHz 相比之前有明显的提升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在烤机一段时间之后 CPU会出现间歇性降低到45W的情况 并不能一直维持在70W 显卡功耗则是没有变化 温度降低到65.4度 比之前低了5度 软面温度看图 最高39.9度 WASD键37度 和性能模式差别不大 总的来说 绝以GS76的散热表现一般 CPU部分 单烤可以跑到将近70W的功耗 但是温度已经是95度了 没有办法完全镇压这个8核的i9 显卡的温度不高 但是功耗设定也同样保守了 我觉得 再多给15W 都是压得住的 可能是微星对于绝影GS系列的定位 更偏限于平衡的全能本 但我还是希望 未来这个机型的性能上限可以更高一些 比如让用户在性能模式中安需选择就可以了嘛 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 相信你对这台机器有一定的了解 按照惯例 这里总结了三条缺点供各位参考 先说优点 第一 屏幕素质极高 支持色彩管理 今年各家在屏幕上的军配竞赛越来越激烈 微星直接在屏幕参数上拉满了 4K 120Hz P3色域 相比于2K 165这种规格 这块屏幕在保证刷新率够用的同时 更测读于画面的精细度 再加上广色域和色彩管理的支持 总体来说相当不错 第二 电池容量较大 支持100W的PD充电 它的电池容量达到了99.99Wh 已经是方便带上飞机的最大容量了 同时它还支持100W的PD充电 外出不需要高性能时可以选择PD充电器减轻旅行重量 第三 机身厚度控制较好 这台电脑最厚处实测也只有20.8mm 在游戏本里是比较薄的水平 这让它在外观上比那些厚重型的游戏本更加苗条一些 聊完这台电脑的优点 再也要说一下它的缺点 第一 性能释放比较保守 这台电脑在强冷模式下双烤 显卡温度只有65度 功耗80W 表面温度也不高 这样的设定我觉得还是太保守了 如果能多给一点功耗 那这张3080的性能应该会有不小的提升 第二 键盘键帽尺寸较小 它的键帽比标准尺寸要小一号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打字手感 而且刚上手的时候容易误触 17寸的空间应该是足够放下标准尺寸键盘的 这点我觉得需要进步 第三 主板倒装清晖维护比较困难 这台电脑的拆解比较复杂 本来尺寸更小的绝影GS66主板已经换成正装的了 我当时还专门表扬了它一下 结果到了这台机器上还是倒装 如果要清晖换硅脂 那必须把整块主板拆下来操作 比较麻烦 绝影GS76是前代GS75的小改款 配置方面它拥有了现阶段旗舰级游戏本该有的配置 i9加3080加64G加2T非常顶级 但在模具上它依旧沿用了上一代的方案 内部使用了三风扇六热管的散热加上主板倒装的设计 这套方案驾驭这个配置有点把持不住 总体来说 高刷加高分辨率的大屏幕和大容量的电池是这台电脑的亮点 如果你用它来做创意设计 偶尔兼固一下游戏 那它全能本的属性就能发挥出来 适合一本多用的人 但是如果你追求性能释放 那体型更大更加主流的常规级游戏本是更好的选择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笔八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每天都会在里面聊一款电脑 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 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交了买本性得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笔八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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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